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掌声有请专家团的各位老师登场 现场还有观察席的各位观察员 欢迎大家 现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店主朋友们 欢迎金牌店主团 《华山论剑》席剑全国的海选健保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 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天涯馆城 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的 第一位藏友登场 有请 你好 你好 来 放在这儿吧 您怎么称呼呢 贾小静 小女士 您好 您好 我们来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 这是一件很漂亮的磁针 那这件磁针您是怎么得到的呢 其实我对磁器不太懂 我是做翡翠生意的 然后我们那儿有一个店要撤掉了 撤掉之后我就进去逛了一下 然后看到了这个磁针 我觉得它的雕花是很漂亮 然后当时店主是开价10万 然后我出价出到5万 买下来的 这是赶了一个清仓大甩卖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说这个隔行如隔山呢 既然您是在这个古玩城开店 有没有请其他比较懂的这个朋友 给咱看看 这5万花的对不对呢 我朋友到我店里来喝茶的时候看到了 他说这个气形比较古怪 有点大 他怀疑是新的 所以说请各位专家来鉴定一下 那咱们这个磁针到底值不值5万呢 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5万元 现在已经不指望捡漏了 反正它能保本就行了啊 下面就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哎呀 这位藏友啊 您是玩珠宝的 但是跨界的话 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 可要小心 那我们来看看您买这个磁针啊 你看这个磁针呢 首先它的气形啊 做成了一个八角状的 而且呢 它这个枕面 前面这个芽要出起一块 整体的前高后低 然后呢 通体啊 它湿了一层化妆土 然后呢 又照了一个透明柚 我们再看它的侧面啊 尤其是八个角的下方 有凸出来的足节状的棱线 这个磁针啊 其实它的气形啊 也是很特殊的 猛一看呢 有一些个磁周窑的风格 那这件器物 它是不是磁周窑 还是什么年代的呢 经我鉴定 真品 这是一件金带 合金窑 白地儿 替花 甜黑彩 八方斩 华山论柱 合金窑 位于山西省南部 合金市 共发现有 北武琴 古舵 顾镇 和老窑头 四处窑址 创烧于唐代 胜于宋金时期 主要产品 有粗白瓷 细白瓷 黑柚瓷 酱柚瓷 三彩瓷等 气形有碗 盘 蚌 盆 盆 平等 有以磁疹最具特色 其实合金窑啊 是16年的时候 通过山西考古研究所 最新发现的一个窑口 最早的时期 好多合金窑的磁疹 都确定到磁周窑 或山西的某个窑口里面去 它的发现呢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那这件磁疹 我为什么说 它是合金窑的呢 它的工艺是非常特殊的 这种工艺叫白地儿 填黑彩 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 通体是一层白色的化妆土 然后呢 用一个尖锐的工具 在这上面滑出这个 花卉的轮廓 把这个轮廓线以外的地子 也就是白色的化妆土 剔除掉 然后呢 再在细微的部分 用壁划的方式 来这个做出它这个 嫌细的那个花蕊 最后再在剪地儿的地方 填上黑色的化妆土 照一层透明柚 入窑去烧灶 它和磁周窑里面的 那些个白地儿黑替客呀 甚至黑地儿白替客 完全是不同的两种工艺 所以说呢 这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件 合金瑶的产品 然后呢 我结合着它的这个品项啊 给这件器物 一个参考价格 专家的估价呢 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为的就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一起来了解这件产品的市场行情 我看到这个磁枕呢 它首先有修 像这种小窑口的东西呢 市场上还是很多的 价格呢 也不是很高 我给出的报价是 第一个店主报价是 五万 虽说有小窑 但是像在市场 这么大体积的那个 那吃枕也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说我给出一个 我心里想的 想收藏的一个价格 我们的第二个报价是 六万 好的 现场店主 给出了两个报价 我们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来 六万元 其实这个合金窑啊 就是发现的比较短 但它不是一个小窑口 它在历史上 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查资料 我们看到 合金窑的产品 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各大博物馆 尤其是枕头里面 是特别常见的 虽然这方枕头啊 有一些个小修 但是从整体来看呢 应该不影响它的美观 感谢专家的解读 我们再来听一听 观察席的分析 看到这个磁枕啊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观众会说 这样一个硬邦邦的枕头 真的是我们古人 每天在用的吗 它会不会是一种 名气陪葬的 不是实际人在用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 得知包括一些传世的名画 证明这种磁枕啊 在古代真的是 每天在用的一种生活用具 它是古人肖下的一种用具 枕下去之后 整个头部是非常清凉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磁枕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顾发的作用 因为古代的女子 头发很长 每一次拆洗 去玩这个发迹是非常难的 而且时间非常长 尤其是午睡的时候 这个古代女子 喜欢用这个磁枕 可以固定她非常美丽的 一个发型 不会把头发蹭歪了 对 这个还真的行 这件藏片可以获得 《华山论见》节目组 为藏片颁发的真名证书 还是恭喜您 谢谢 有请 这是一件乾隆 撩胎画 发廊彩 报复瓶 看着挺别致的 我好像没见过 试试量很少 根据资料查 这有全国 这有几件 只有几件 对 这是成画的画工 特别的漂亮 洒脱自然 所以您觉得这件东西 应该是成画 成画年了 成画豆腐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主持人好 您怎么称呼呢 大家好 我叫汪璐 汪女士您好 我们看一下 您带来的藏品 是个铜镜 对 就这么手拿上来了 因为一般我们说 大家这些藏品 都是李三层 卖三层包的可颜式了 特别是像这类的金属器 一个是会给他 把他这个包浆磨损了 另一个有可能拿坏了 因为其实 我也不太懂这个 那您是怎么得到他的呢 这个是我父亲买的 花了多少钱呢 八万呢 八万买的 连个盒也没给配 他就是 退休之后吧 也没事干 然后天天就是 后来就迷上这个鼓玩呢 买点书看看呀 学习一下 我就觉得他天天就是 找这么一个事做吧 我心里也踏实 就是他今天心情也好了 就是之前还买过几件 就是那个 就瓶瓶罐罐 花个万二八千的 我也觉得还行 就是图个高兴吧 图他高兴 但是他这回买了这个八万 我确实觉得八万块钱 那不是个小数 对一个爱好来说 可能还挺贵 对对对 而且我父亲还说 这个也要给我做个传家宝 所以就让专家给看一下 这个真的假的 好 看来这个输入对他的期待 是挺高的 对对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好 藏有输入的是 八万 我们希望能够回本是真的 是真的就可以了 下面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这种叫海兽葡萄镜 是在唐代是最有代表性 也是最多的一种镜子 而且中间内外区之间 那个葡萄纹叫过墙 这种要稍微贵一点 但是镜子边缘残缺的很多 我们欣赏的都是背面 那么正面的品相就更差了 另外镜子这几年的防品水平特别高 就发锈 就里边发锈 这是玩行的一个术语 就像发面一样拱出来了 叫发锈 以前是防不了的 现在也能防了 但是有一些次生变化 这个目前高级防品还没有 唐代镜子呢 这个配方跟古代镜子还是不一样的 汉代镜子 战国镜子呢 虽然在周理考工记里记载 就是金西半微镜剑之旗 它有配方 但是唐代的镜子呢 就这种亮光 是非常难防的 它是有色泽上的差异 那么这个镜子呢 综合上边那些意见和这个镜子的特点 经我鉴定 验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腊模制作的防品呢 它这个空隙的地上啊 有很小的颗粒 那个模范出来的镜子 没有这种现象 就像鉴定银元一样 就是这个柱制的和机制的不一样 这镜子也是 现在真正去雕模 雕这么好的再去镜 做是很难的 往往用古代镜子 做模具 甚至翻杀出来 是当代最常用的一种 仿古的 仿旧的一种办法 所以这个镜子呢 不真 感谢专家的解读啊 我们再来听一听 观察席的分析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叫以铜为镜可证一观 但是啊 我们去博物馆 还有去一些古玩店会发现 古代铜镜怎么都是秀极斑斑的 而且拿这个镜子这一面 也照不清楚我们的样子 那么我们的考古学家 也是根据我们出土的一些 铜镜里面的铜锡配比 来进行复原古代铜镜 结果打磨之后发现啊 它那种光可见人的感觉 和现在我们用的玻璃的镜子 毫无差别 欢南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叫粉以悬析 磨以白沾 就是它会用这个锡的粉末 打磨这个镜的表面 会非常的光滑 那么今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镜子 也可以感受出来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是非常智慧的 感谢观察员的分析啊 相信您现在心里应该是比较难受的 对我有一点那什么 但是最关键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跟我父亲说 我还好琢磨琢磨 这种情况肯定是心里特难受 特别是就是叔叔对于这件藏品 有这么高的期待 特别想说的一点 就是对于退休之后的老年人 搞收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轻易就花大价钱 因为这可能是毕生的积蓄了 再挣这些钱就比较困难了 那很遗憾 感谢你的参与 有请 好 谢谢啊 这是什么材质的呀 感觉像木头 好纸的 纸的 那真的做得挺逼真的 那您这个东西怎么得来的呀 这是在那个土官店收的 那您知道它是装什么的吗 是装茶的装酒的 它应该是装茶的 今天第一次看到 就上面还有这种彩色文式的这样的壶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内蒙古过去那些老年人 他们喝茶水 就是一个人拿个壶 就喝的 那上面的这些彩是什么颜料 这我不懂 这我不懂 这个就是因为不懂 就拿过来看一看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您怎么称呼呢 大家好 我叫张波 张先生您好 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 好大的一块玉 它感觉像是一幅画一样 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我们家祖传的一个东西 那既然是您祖传的 您为什么要来健保呢 我个人投资需要 投资需要 对 有比收藏还好的投资吗 我觉得我目前主要投资这个事情 投资回报比较快 对 又多快 具体的话呢 我不能在台上嘛 很细地去讲 对 但是比这个就是收藏 它这个就是会比较高 要快 的确收藏它是一个时空比较长的 你可能要拥有它若干年 才能获得它比较高的这个溢价 那您也没有必要卖传家宝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 因为我大学呢是学这个经济的 然后完事的话呢 我自认为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了解的 因为大学这个毕业后嘛 也一直没有找工作 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投资市场这一块 一直在寻找机会 但是现在呢 我机会有了 手边没有钱 没有这个启动资金 之前呢 我也没有想过说要卖这个传家宝 也跟父母商量过 问他们拿钱 但是呢 这个家里边呢 就只有这一个东西 之前 我在反复劝说父母嘛 跟他们商量 所以说我想来卖掉它 您说您是吧 在一直在研究好久了 然后说投资 可是个人观点啊 你有点过度自信了 你投资过生意吗 你有过这种投资的经验吗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是有过投资经验的 无论说是在这个就是实体也好 或者说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里边也好 我是有这个投资成功的经验在的 好 可以这是一点 可是还有一点你刚才说了 跟父母反复商量过 是 可是家里只能就拿 有这件东西就证明 你父母就是你们家的经济条件 并不是那么特别优越 可是你现在把你这件传家宝拿出来 变卖它 然后去做投资 就那么有自信 它能赚到钱吗 万一要赔了呢 你不能想一想 您这个岁数 咱努努力 奋奋斗 年轻人 自己出去跑去 哪怕失败了 你还可以再起来 可这件东西要是没了 哎呀 你还能给父母再留点什么呀 这个我不太同意 这个底电竹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 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话 就可以放手去做 只要是父母支持的 我觉得如果这种低桶金 需要我们长期的去打工 然后去赚取的话 这样会浪费我们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年轻人的时间 也是非常宝贵的 就像 盛奇和那个大宝 你们两个都是开股玩店的 对 你所知这个启动资金可不少 那你们的这个启动资金 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的启动资金 当然是就是我的父母支持的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台上 这就年轻人 我的启动资金 就是我抱过四百地盘起来了 这完全你看就不一样 小伙子我劝你 这个真是艺术品投资 是完全能够自己把握的 其他的投资 它受外界的影响太大 你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宝贝 我觉得你还是 把这个宝贝好好保证好 这个是什么时代 由四季要到五季 可能有很多的机遇要抓住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低桶金不在于 是你自己花还是你父母花 问题是那个行业你了解吗 你有驾驭这个的本质吗 如果你具备的话 我觉得还不要把年轻的热情 创业的热情 扼杀在摇篮里 不妨你试一试 您刚才就是问的问题是关于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这个专业度 然后大学几年里边也多多少少赚过一方面投资的这个回报 而且回报率还是比较丰厚的 基本上大学的话都是一个人自给自足 是这样子的 年轻人在这个前进的路上 我觉得有一点爽劲还是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就比如说我们这小伙子大学里面 你可能也是投资过 挣了点钱 尝到了甜头了 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你应该是由老师帮助的 如果你走到社会上自己去投资做一件事 并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跟这个大学生创业创新创业这边的老师啊 关系走得比较近 据我所知他们是经常的就是给一些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每年都会举办省市甚至国家级的大赛 那么这些大赛中呢就是这些大学生可以把自己非常好的项目展示出来 然后让天使投资人或者是企业家去投资 甚至于学校啊或者政府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激励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与其是这样 我们不如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这个本钱去投资 而不是卖了自己祖传的这件物品去投资 其实要想获得第一桶金 有很多的社会渠道和资源 对对对 没有必要就是真拿父母的这个传家跑 还是要量力而行 其中的一个重要参考就是来到我们现场 把这件的藏品说清楚 看看你还舍不舍得拿它去当你的这个启动资金 好不好 对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力气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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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块和田的清白玉 这是一个壁格 壁格是干嘛用的呢 壁格是整碗的写字 我们望闻生意 就是手臂要隔在上面 因为古代写小楷 或者是甚至中楷 有一些人呢 他是习惯于是整碗的 尤其写在书纸上面 这个书纸啊 它这个墨不会马上干 像生纸它会把墨吸掉 那么这个书纸写的时候呢 它如果是从右往左写 一个不小心就把字搞糊了 所以呢就出现这个壁格 我们看到这个旁边 是一个人掺着个马 在往河边走 那这个马呢身上呢 没有马 这一般是放到河里 去带它洗澡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洗马图 看起来非常新 我们看不出来那种青涩 那种长长痕迹 那么这些东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经我鉴定 这是一件清中期的 和田玉玉马图一个 看起来非常新 一点苍苍的痕迹 我们看不出来那种 青涩那种苍苍的痕迹 但是从它的包姜 看来非常好 给一个参考价格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起来 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接下来了解它的市场行情 这件壁格呢 我感觉雕工精湛 但是颜色呢不是那么白 我给个我可以出道的价格 第一个报价是 15万 咱们这件壁格呢 它上面呢 用这个浮雕呢 细绘出了喜马图的 一幅画出来 属于这个文人的小精品 最独特的是它的造型 有别于我们市面上 常见的这种 绘形的壁格 所以我给出的报价是 第二个报价是 18万 这是一块整料雕琢的 雕琢还非常细腻 油润度也好 我给你一个价位吧 你考虑考虑吧 第三个报价是 20万 下面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来 16万 今天我们这个艺术品市场 还是比较有些 稍微一点低迷 所以你这时候出手 是最不该的 你要知道 艺术品市场好的时候 这件东西 哪怕不翻倍 也要加好多 谢谢专家的解读 我们再来听一下 观察席的分析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喜欢和收藏 文房用品 那我们说书香门底 书香世家 通常跟书房 都是离不开关系的 而一个书房 如果说只有百事 没有主人 它可能就失去了灵魂 而日夜陪伴在 这个主人身边的 这些器物 就多了很多交往 也就多了一丝香气 所以说 今天的这件藏品 材质 选材 到雕刻 到它的寓意 我觉得都非常有 文化底蕴 和这个收藏的意义 我还是建议您留下 感谢观察员的分析 听了场上 这么多建议之后 您现在什么感觉呢 我还是想再试一试 但是不过我会慎重 会慎重的 相信你一定也听进去 我们的话了 但是你心中自己 还是有一个坚持 对 我们说这个 有舍才有德 每个人都需要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同时也会因为自己的行为 有所收获的 那我们就预祝您 创业 投资成功 顺利 好 谢谢 恭喜您 有请 您这个保护得太好了 外面好像还有一个铁皮的盒子 对对我专门 铁筒 专门订做的 玩瓷有多少年了 因为我看您带了不少 十几年吧 十几年 对对对 这都是以前买的 现在不辛苦 没不到 现在买不到了 有什么心得吗 十几年收瓷信 玩得也挺好 但是学费没少交 现在 有几十万 几十万呀 大体不是管这一样 交了几十万的学费 您还用信心或者这种 心菜去玩下去吗 不是一年买的 没借过钱 但是我想着是 这玩的心 这是一件瓷器 对 好像还是一件老摇 怎么得来的呀 家里面 家里面放了多久了 好些年了吧 有没有考证过 这是一件什么藏品 没有 就是没有考证过 家里人谁买的呀 是老爷 老爷买的 当时老爷没有跟您说过 就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什么年代的呀 什么气情啊 然后是哪个了 咬口啊 没说没说 我们其实家不懂这个 然后就觉得有人说 这个是个老东西啥了 然后就没事 这人带过来 让他看看吧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您怎么称呼呢 大家好 我姓胡 叫胡岳 胡先生您好 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 这个您觉得它是碗呢 还是个盏呢 应该是碱纸贴花的展 碱纸贴花 对 我特想知道 它这个碱纸是怎么贴上去的呢 这个我其实也不清楚 这是我母亲她买来的 因为我母亲特别喜欢碱纸 然后喜欢民间艺术 后来退休了 她跟朋友一块去江西 就正好路过一股完成 完了后来就机缘巧合 碰到这么一件藏品 当时那个店主就告诉我母亲 说这上边就是按照碱纸的原理 设计的这个纹饰 当时我母亲也特别开心 特别激动 这件藏品对胃口了 对对对 那既然这件藏品 当时那么对阿姨的胃口 这钱不少花吧 也还行吧 花了两万块钱 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那店主说是介绍 说是宋代的吧 应该是 那请您输入一个 现在的心理预期价格吧 藏有输入的是 两万元 下面就请专家来 变价时针 有请 简子呢 是民间的文化艺术 在唐宋两代呢 就非常的流行了 但是到宋代 把简子作为贴花艺术 割到瓷器上 那是吉州窑的首创 吉州窑呢 是江西吉安的一个 著名的综合性的一个词窑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简子贴花工艺 我特想问一下 这是杨老师 它这个简子贴花 是怎么做上去的呀 是这样的 在树胎上啊 先上上一道褐黄的柚 完了把简子的图案呢 贴到上面 再喷上黑的颜色 完了把这个简子撕掉 入窑一烧的时候呢 在烧的过程里呢 它有两种颜色的渗透 我之前以为 它是把那个 剪下来小花贴上去 原来它是拿那个 简子剪空了之后 当一个模子 往里边再喷颜色 这就是古代这个 词人的智慧了 是的 是的 我再给你仔细看看 我只是作为真品呢 来给你这么讲的 但是还有一个真伪 鉴定这么观 好 我仔细观察以后 经我鉴定 三千年前 古蜀文明从这里发响 两千年前 这里三分天下聚其一 一千年前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历 在这里诞生 七百年前 这里是马可波罗眼中 宏伟的大都会 悠久的历史 厚重的积淀 形成了成都独有的文化腔调 华山论剑2020 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八战 即将再临融成 时间 2020年10月11日9点到17点 地点 成都市青阳区 草堂东路66号 成都锦绣工厂古完成 华山论剑专家团 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为科学有效的分流人群 海选健保活动实行网上预约制 锤续热线029-8931-2913 详情一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或论剑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真品 宋代吉祖瑶 赫黄佑 剪纸贴花茶盏 房品 怎么区分呢 是这么几点 一个就是新的这个右面做的玻璃瓷感过强 没有老化程度 另外剪纸过意刻意有点呆滞 所以你很信用这是一个真品 不错的真品非常漂亮 谢谢老师 我再给他一个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为的就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来了解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您这一袋呢 抵右护材右 一族修得非常好 而且右手也很盈润 我给你个目前五万市场的价格 第一个报价是 6万元 这个优点在于 一是他的弟子上 还略带一些兔豪 二是他的碗背面的右光呢 非常的银润 气形非常工整 我给出的报价是 第二个报价是 8万 现场店主给出了两个报价 我们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6万元 我跟你讲 这个品项是好的 我估价地保守了 因为现在疫情啊 市场比较低迷 恭喜你真是买了一个好东西 谢谢专家的解读 我们再来听一下观察席的分析 一提到这个吉周遥啊 广大的这个残有 脑海里面立刻都会对他有感觉 因为他非常有特色 他有剪子贴花 他有木叶纹 他有戴帽帮等等 这个磁周遥 他的这个胎质 他不如我们南方的锦德镇 他的工艺呢 也不如绝大多数的 我们的北方的窑口 但是他就让我们记住他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创新 他的特色 他把他自己的这种 当地的这种审美 还有当地的人文情趣 融到了他自己的 致辞的工艺里面 形成了特色 也赢得了这个市场 赢得了这个广大的 这个残有的这个喜爱 甚至是在现在来看 奠定了他在中国 陶瓷史上的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恭喜您啊 拥有这么一个 能够代表咱们中国 古代陶瓷史 有重要地位的 这么一个窑的 一个特色产品 非常有特色 好好保留 谢谢 感谢观察员的分析 现在再看咱们这个藏品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了吗 现在我觉得 回去应该好好收着 对 对这一件藏品的了解更多 就对他的这个 感情更深了 藏品可以获得 华山论见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也恭喜您 谢谢 谢谢 我看您这是一尊 造像啊 挺像神仙的 倒不像胡萨 药神像 药神像 对 您怎么得来的呀 传下来的 老辈传下来的 大概传了多少年了 留了多少年了 家里 反正是老辈传下来的 有没有了解过 他的相关知识 比如说在网上查查呀 没有 没有 对 就对他是一无所知 对 那今天再到现场来 是想让专家 帮您见证真假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对 然后见证一下真假 然后就想卖嘛 想出手 对 下面让我们有请 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 登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您怎么称呼呢 我姓王 叫王宝通 王先生你好 说咱们的这个藏品 是祖贝传下来的 对 那您是想出售 对不对 对 他雕塑的是谁呢 说是孙思淼 要王的雕像 哦 那您有一个心理预期吗 我感觉它的价值应该很高 因为毕竟是俗传是否嘛 怎么也得有几十万吧 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友输入的是 五十万 好 下面请专家来变价时针 有请 这种照相 实际道教里呢 它叫药王 药王确实是孙思庙 药王最多是木头刻的 你这个是铜柱的 这么看都看不出是什么 看底能看出这是铜柱的 整体上呢 道教的造相的精度呢 还真不如佛像 你看道教的造相很多是这样的 我们看像传世的 甚至有的看像造假的 也不知真真假假 那这类呢 就是舍不得用流金来做 一般都是漆紧 就刷上漆 有的有残存 有的多刷几道 当然刷漆也可以仿嘛 画山论柱 漆金与流金 漆金是用金的粉末 加在油漆内 再刷在金属表面 集合度较差 表面光洁度较差 以脱落 流金是一门极为古老的工法 是将金和水银 合成金锅剂 涂在铜器表面 然后加热 使水银蒸发 留下的黄金 会紧紧附着于表面 这个造像的风格呢 倒是像明代的 那么经我鉴定 真品 这是一件明代晚期的 药王像 这个是铜筑的 七斤 涂的七 年久了 没有在补漆 所以呢 仅能从缝隙处 看到残存的一些漆 它这个泥啊 是比较糙的 里边还有些显微 植物显微放进去 然后有时候钉钉 这个钉钉 还有钉尖露出来 在头部里边 它不会把这饭土 抠得干净 有残存的 这样呢 就给了我们 鉴定一个重要的依据 越是手工里边 是越粗糙的 现在做的里边 往往是很光洁的 我也输入我们这个 古玩行这个价格 专家的估价呢 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为的就是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来了解这件藏品的市场行情 这一类明末清初的 道教题材的 那个时候这类造像 做得特别粗糙 上面的医者 文式 刻画 工法 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我就给你个 目前古玩行 对这类道教造像的报价 第一个店主报价是 三万 首先这个题材比较吉祥 其次这个形象 在民间比较多见 大家的对它的认知度 比较高 但是呢 磨损度比较大 这个是影响到 它的价格的 我给您一个 可以市场上流通的价格 第二个报价是 四万元 这种明代的照相 无论从开脸 还是说的语文文式 在明代那个照相里边 都相对来说 属于精品 所以说 我可以出一个 我心意的价格 第三个报价是 五万元 这跟我们期待的差太多了 对 在我的感觉 就是传在之宝 它就是有价值 很高的那种意念 但是我们想 现实不是那样 这件藏品 已被专家李彦均 鉴定为明代晚期 药王像真品 在专家估价 被封存的情况下 三位店主分别给出了 三万 四万 五万的市场估价 但这与藏有心理 预期价五十万 相差甚远 从明代传承 数百年至今的传家宝 为何店主给出的 市场价格如此之低 被封存的专家估价 又会是多少 评判这类造像的价值标准 到底是什么 三千年前 古蜀文明从这里发响 两千年前 这里三分天下聚其一 一千年前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 在这里诞生 七百年前 这里是马可波罗眼中 宏伟的大都会 悠久的历史 厚重的积淀 形成了成都独有的文化腔调 华山论剑2020 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八展 即将再临融成 时间 2020年10月11日9点到17点 地点 成都市青阳区 草堂东路66号 成都锦绣工厂古完成 华山论剑专家团 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为科学有效的分流人群 还选健保活动实行网上预约制 垂巡热线 029-8931-2913 详情 一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或论剑华山小程序 来揭晓专家的估价 3万元 那么这种价格为什么大家感觉有点低呢 第一 这个尺寸在佛像里不算大 第二个呢 它是没有流金 有流金没流金 差距真的是很大 第三个呢 它的工艺不够精细 几种因素 它的价格就低了 谢谢专家的解读 我们再来听一下观察席的分析 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 就觉得感觉 主要是个老的东西 那是不是应该得非常值钱 实际上确实不是如此的 就是说不是说 有多老的东西 它就一定有多值钱 因为我们评判一个艺术品 首先来看 是它的这个艺术价值 甚至这个艺术价值 在我们收藏界 它凌驾于文物价值之上 那从这尊造线的 这个艺术价值来看呢 它确实是不高的 包括我们的衣纹 那种飘动感 你看这尊造线的衣纹 都是非常的服贴的 它没有那种 特别优美的飘动感 所以从艺术价值来说的 它确实是有欠缺 所以价格不高 我觉得大家雇的价格 也都是合理的 感谢观察员的分析 那因为我们是家传的嘛 所以它是个真品 也是给我们很大的 这个心理慰藏品 还可以获得 《化身论见》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 一件藏品之所以 能从这么多的物品当中 脱颖而出 靠的是它的历史文化 和艺术价值 下面请观察席的 各位观察员进行合议 决定是否点亮 本场的藏品呢 用文化点亮藏品 经过我们观察席合议 我们决定 最终点亮的本场藏品是 清中期何田玉 玉玛图碧歌 最喜小钟能见大 还求弦外有余音 古人繁复的文房器物 就是文人心中的圣经 从纸墨到玉石 古代工匠将画家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时至今日 文房亚丸虽显普及使用 但却留存东方民族的智慧和风雅 它那丰富的内涵和造型艺术 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 让我们惊人得以触摸文人书房的 千年笔墨书香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建立完毕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 谢谢 感谢北京天涯股完成队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的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相约 华山论剑 我是田田 我们下周见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